恭喜老爷 恭喜老爷 扩别103天的阳光 您终于自得了 点心斑百亿救人 魏映聪以义交报 交报室有没有太早 回家感觉怎么样 谢谢教授 为什么还是坚信我们的有事没问题的吗 为什么我们要回永继还是要回地保呢 彰化地院审理顶新饲料有案 历经15小时辩论及评议 法官昨天凌晨1点 台定顶新前董事长魏映聪以义交报 第三名被告长梅峰 陈茂佳 杨振义 对以500万元交报 这么晚了还劳驾大家 要那么用心的在这边 谢谢非常勾意不去 希望大家早一点休息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祝福大家 大家开车要小心 交报消息一出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别急别急 来听一下法院怎么说 上礼拜以及昨天 进行了两次的事理程序 一共询问了五位证人 就本案关键的证据部分 征典部分 已经完成了交互结论的调查 整个篡政的 拨篡共犯的可能性 已经大幅降低 基于积压的比例性原则 认为说 予以聚保 亦不影响到本案的实力进行 65亿跟30亿 我想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本来是要卖101 然后把这个钱拿来处理 但是后来政府对出卖的对象有意见 所以他们是另外从国外借钱 张检主任检察官表示 被告在海外资金不明确 顶新员工就越南油脂生产状况 还没有经过详细的检问 仍有创政可能 有检官透露 交部交保对案件侦查虽无太大影响 但法官才召开第二次审理庭 这裁定交保感觉像是被打脸 台湾的司法我配 国民从国我配 我们的政府我配 抗不起你们